好 大家的关心到胡志强健康的问题 当然一定要谈到是大坦一中事 接下来在2014年这一次的五都选举的第二次的选举过程 应该讲到时候是六都一块选的时候 胡志强能够顺利连任成功吗 那么现在可以知道是健康似乎是他最大的一个绊脚石 现在呢 藉由这几天的休养 如他所说的 是养生嘛 是减肥嘛 总共瘦了六公斤不是也挺好的吗 生产意义 大家看得出他有健康问题吗 如果都看不出来的话呢 那接下来还要继续再战一回合吗 我们就带您看看呢 最近这几次的一个台中市长的选举 跟今天这两次的一个总统大选台中市的一个票数的一个变化 我们就来看到对胡志强而言压力还真的是不小吗 2020年台中市五都市长第一次的台中市长的选举当中 胡志强对战苏家旭我们刚才说到了 哇 这个得票比率不过是差个两个百分点 因为当天 当年的这个时候只赢了大概三万票左右而已 这个赢了三万票其实吓死了大家 捏了一把冷汗赢得这么样的少 大台中地区不是蓝军的票章吗 怎么会选成这个样子 这对胡志强来讲当然也是以大耻辱 现在还必须背着这个问题 那么来看看在前一次的选举跟林佳龙选的时候 万一选了58%对39%相差是8.7万票 当初跟林佳龙选的时候 虽然林佳龙使出了一个公布逼的奥布 但完全没有得到任何的一个好处 所以选输了 接下来林佳龙目前为止 可是台中市这么多人当中 目前了解到这个民调数字 相当高的一位 接下来他的出现可能性更加的大吗 两次总统大选2008年部分 看马萧培在台中市拿到59%选票 赢了限输的27万票 2012年刚刚结束一年的多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马萧在台中地区 拿到52%的选票 瓦根前一次选举掉了7个百分点 因为相差票数只有11万票 表示票数也是在掉 所以这个纪委员台中是不好经营 我们看到的是胡志强的部分 在上次选举只赢苏加权3万多票 于是挑战者非常之多 我们刚刚来把林佳列在上头当中 其实蔡锦龙要特别好好讲一讲 可能观众朋友在北部地区 其他地区没有注意到 在跨年2012年12月30号跨年夜当下 蔡锦龙委员的助理们 可是拿着战旗来跟我们台中市长胡志强 下战铁 所以蔡锦龙也活动了很久 接下来他有可能性吗 继委员 这个台中的选情 围辱连软 这样讲这种好像比较严峻的一点 严峻 各位不要忘记 上次赢了3万多 不是而已 还多了一个连胜文赢了枪击事件 你们把这个因素算进去 但我们不愿意说 他这个影响多少选票 大家用仓势来判断就知道 那个枪击案有没有帮助 如果没有帮助 为什么好龙斌说很感谢盛文 这很简单的道理 当然对台北市影响最大 没有影响到新北 没有影响到台中市 我想加减 所以这一战主任说 到底该怎么选 说实在我个人看法 小时候我们在玩两人三角 两人三角就是说两个人 一定要走得非常平衡 不然一个人一前一后就跌倒 台中市这场选战 就国民党来讲我觉得不是两人三角 是七人八角 就换句话说你七个人 好像阵仗很大 往前走好像是阵仗很大 可是只要其中一个人走得不协调 或是往后走 我看整个就输掉了 换句话说这个我个人看法 并不是说写出来选 而是说如何整合所有大台中的人脉 正脉还有经脉 各方面都要整合 不是红黑派的问题 各位想一想 上次胡志祥选举 也是红黑派全力整合 包括我们的红派大佬 尿尿尼的 黑派大佬 陈庚金 他们这些大佬全部跳出来 严金票全部加进去 赢了三万票 这次严金票选的是红黑 全部整合 而且第三势力整合 全部整合赢了一千多票 各位想一想 光是红黑第三势力 所有的地方势力三头 加上国民党基本盤 全部加起来 坦白讲先跟民党一拼 我们就觉得非常危险 换句话说这一次 并不是写出来 我觉得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是要怎么赢 赢的策略在哪里 你赢的盘算在哪里 你赢的条件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 恐怕不是一天两天 可以看得出来 来自台中地方 纪委员这边 已经非常非常之焦虑了 但是我们讲到 没有错 赢的策略在哪里 你要怎么能够赢 不只是这个代表的 这个人而已 所以预扣姐 要怎么赢 我们说光是今天现场 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刚刚从一开始 您就觉得处理了 非常的乱七八糟 这么简单一个 今天完全都处理不好了 现在刚讲了七人八脚 这么多人都要出来搅逐 但现在民调最好是林家龙 对这个马英九总统来讲 当然就是说 做一步算一步 他现在把希望寄托在 一个新的内阁 如果他觉得新的 国际景气会起来 台湾也不会至于 像去年最坏的状况 已经过去 如果年金改革 核四的问题处理的 还算可以 虽然大家都替他们捏把冷汗 的话他可能希望 中央带动的地方 对马总统来讲 对于台中来讲 今天我问了好多 有些国民党的人 是中南部的人 其实我个人的判断是 对不起 不管是纪委员 或是卢秀燕 徐中雄 或是廖廖乙 现在你蔡景龙 这些班上台面的人物 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讲 如果林家龙要出来的话 那恐怕是一个 非常艰困的选战 当然林家龙 他的个人的这种 政治上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有的时候过于偏绿 那他要走到中间路线来 但是在大台中市的选票 他有一个相当的争取的能力 所以你如果问我的话 我觉得今天这个情况来看 国民党在大台中 输的可能性是很高的 上一次其实在 开票之前的前三天 连中共的国台办 他们都得到的消息 是大台中会输的 那那个时候的民意调查的显示 那要不是连胜文的 这两颗子弹 大台中地区输掉的可能性 几乎是90%了 那所以你到2014年的这个状况 国民党的持续的民意的下滑 那我认为其实 他这个台中 大台中变色的可能性 是非常高的 而胡适养市长 我不认为 我觉得他即使想选 他也没有机会了 好 真的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处于一个悲观的情形吗 那胡适养市长 这一段的过年期间的住院 还不好好说明吗 我们待会回来